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之间1月3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微播 我是Jennifer 中国内地传媒引述北京朝商会工作人员消息指 中国著名外交家北京朝人海外联谊会首任会长科华 1月1日在北京与世长辞 享年103岁 科华最为人熟知是她在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期间 全程参与中英有关香港问题的谈判 以及幼女柯玲玲是当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前妻 柯玲玲与习近平在1979年结婚 三年后和平离婚 二人并无生儿育女 柯玲玲离婚后移民英国 习则于1987年与彭丽媛在福建厦门结婚 习成为国家主席后频频携彭丽媛出访 两人以恩爱的形象现身 反之习与柯玲玲之间的婚姻却鲜少被提及 维基解密则曾引述一名与习近平相熟的教授说 柯玲玲很优雅 受过良好的教育 她与习近平一开始与习的父母同住于北京南沙沟的住所 后习中心职位提升后 老两口迁往古楼新住所 公寓由习近平夫妻独住 他们几乎每天都争执 教授说当柯玲玲返回英国 而习近平拒绝随其前往时 这段婚姻结束了 教授认为是习的距离感导致了夫妻的离婚 习近平的前岳父柯华的外交生涯颇富传奇色彩 据报拥有五个第一 分别是第一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 第一任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 第一任外交部非洲司司长 第一任中国驻几内亚大使 第一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 柯华更在1978年担任中国驻英国特命全权大使 因此参与了中英有关香港问题谈判的全部过程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 柯华也有应邀出席香港主权移交仪式 亲眼见证历史一刻 2018年最后一天 华为官方推特以华为全体员工的名义 向网民送上新年祝福 不过这篇贴文下方却留下了 自推特的iPhone客户端发出的标记 也就是说华为官方海外的账号运营者 并没有使用自家品牌手机 反而用iPhone来为华为宣传 华为随即删除该贴文 然后重新发送 可惜仍是慢了一步 该贴文被网民截图 之后引发疯传 也引起网民的质疑 iPhone是美国苹果公司研发的智能手机系列 而苹果是华为的竞争对手 华为在这份问责文件中称 海外社交媒体运营团队在操作过程中 因为VPN网络问题无法用电脑发文 未敢跨年时间而使用iPhone手机登录 相关责任人李孝聪承担直接责任 直级降一级月薪下调5000元人民币 另一责任人区繁力除直级降一级月薪下调5000元之外 在未来一年内不准升职及加薪 马云控股的香港南华早报1月3日 援引两位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将率领中国代表团 参加于1月22日至25日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论坛 中国2018年出席达沃斯论坛 是到目前为止一直在美中贸易谈判中 代表中国的副总理刘鹤 2017年则是习近平本人 目前还不知道王岐山是否与美国总统川普 在论坛期间是否会有正式会晤 王岐山常被称为中国的救火队长 说他善于处理中国最为棘手的重大问题 但在这次中美贸易战中 王岐山则似乎一直相对低调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王勇对南华早报说 王岐山很会跟国际社会打交道 他出席达沃斯论坛会加强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但是在另一方面 王岐山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何伟文则说 王岐山不过是替习近平传递信息而已 美国国务院1月3日周四更新了其之前向美国公民发布的赴华出席警告 因为中方武断地执行当地的法律 要求其公民在华旅行和逗留期间应更为警惕 自去年12月初华为孟晚舟事件发生后 美国国务院在当月中旬向所有计划到中国旅行或居住的美国公民发出出行警告 要求他们保持警惕 美方发言人称 这个出行警告是长期存在的 部分原因是美国公民可能在中国遭到任意审讯和拘留 路透社最新消息显示 美国国务院在今天再次更新了这一警告内容 并将其定位为第二级 也就是需要提高警惕 据悉美国国务院向公民发表的出行警告分四级 从一级的需要普通小心到四级的不要前往不等 对此美国国务院给出的理由则是 中方武断地执行当地法律 及对中美双国级持有者限制 今日韩国由中央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称 上月初在罗马任职朝鲜驻意大利大使代理 48岁赵成吉他已经向意大利政府寻求政治庇护 目前已被意大利政府安全保护了 韩国外交圈消息人士称 朝鲜在200年1月与意大利建交 并于当年7月在罗马社大使馆 该国并派大使常驻罗马 不过2017年9月3日 朝鲜进行第6次和子事报后 使得意大利将朝鲜大使文正南驱逐出境 在同年10月再派由赵成吉担任大使代理 报道中援引一名要求匿名的朝鲜问题专家的话透露 目前正在罗马寻求政治庇护的赵成吉 他是朝鲜权力核心高干的儿子或女婿 赵成吉的职位名称虽是大使代理 但实际上已经行使了大使的职权 消息人士说 目前有关赵成吉寻求政治庇护的动机还不清楚 但他在2015年5月就被派出罗马 已于意大利生活三年了 现今正面临被调回平壤的处境 他这次抗拒平壤旨意的行径或许是不愿被召回 朝鲜外交官与海外寻求政治庇护的情形偶有发生 发生在最近的一次是在2016年的驻英国大使馆公使 泰永浩投身韩国事件 从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上台之后 大使籍寻求政治庇护可以说是第一次 朝鲜驻英国富士泰永浩叛逃韩国事件 暴露出一个朝鲜外交官显为人知的真相 即是经济困顿 身为外交官生活却是贫困的 不能支付儿子上有名大学 令其他的外交官们更有喜心酸的一面 相较于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过着奢侈豪华的日子 却有着天壤之别 身为外交官的他们会想对他忠诚吗 据朝鲜研究论评披露 外交官虽然身处高官 但大使的月薪仅有700至800美元 甚至还无力支付当地贩售的辣椒酱 要由朝鲜直接送过来 令大使馆对外活动费用补贴相当少与限制多 所以为了节省经费 食馆饮食并不是由厨师制作的 而是由外交官夫人长厨 2016年2月22日 朝鲜驻意大利大使金春国死于肝癌 其因平时没有接受体检 耽误了治疗时机 金春国曾经掌管朝鲜外交省欧洲局 穷到连外交官都没有钱体检 以致客死他乡 由此可见朝鲜外交官的生活条件是如何恶劣 自2018年10月3日 苹果公司股价创新高后 股价便一路下滑 美东时间2019年1月3日 苹果公司股价大跌近10% 报每股142.19美元 按47.45亿的股份计算 与最高实价相比 市值三个月时间里已缩水4292亿美元 按Facebook目前市值3786亿美金估算 苹果市值已失去了一个Facebook 美股新年第一个交易日盘后 苹果CEO库克在给投资者的信中指出 预计2019财年第一季度营收约为840亿美元 第一季度毛利率约为38% 此前苹果公司预计2019年财年 第一季度营收在890亿美元至930亿美元之间 此次预期收入下调近10% 库克在给投资者的一封信中说 虽然我们预计主要新兴市场会出现一些挑战 但我们并没有预见到经济放缓的程度 特别是在大中华地区 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环境 受到与美国贸易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 华盛顿邮报2019年1月3日称 苹果的警告或对中国是不祥的兆头 报道称虽然许多因素可能起到了苹果的阵痛 包括政治紧张局势和与美国的贸易战 但最糟糕的还是中国经济的放缓所产生的溢出效应 中国人口去年呈现负增长为70年来首次 人口危机将对成长趋缓的中国经济造成更大压力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研究员易富贤的研究指出 尽管中国在2016年开放二胎生育 但去年中国全境婴儿安全出生人数较前年减少250万 与预测中的增加79万正好相反 易富贤的研究指出 去年可谓是中国人口的历史转折点 原因包括生育年龄妇女人口减少 以及教育、保健和住房等费用居高不下 令新婚夫妻不愿生养孩子 这将加速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让中国的经济活力衰退 1月3日 马云在出席世界浙商上海论坛时指出 越是面对复杂变化的宏观形势 企业越要修炼好自己的基本功 我想提醒大家 2019年管它好和坏 只做好自己 马云说 在当前的宏观环境下 企业家不要总是讲宏观的大道理 其实还得想想自己的小道理 每个企业都应该关注一下自己的客户 关注一下自己的产品、技术和组织是否要升级 自己的投资方向是否要进行调整 马云称在过去人们都在讲 风口来了 猪都会飞 每个人都在压风口 一个公司讲了几个故事就能融资几十亿的时候 你就没有想到灾难已经靠近了吗 这正常吗 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把握好 也许就是巨大的机会 风过去 摔死的一定都是那些猪 它们是不会长出翅膀来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微播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